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在不行 赶走也可 伪君子就是不叫的狗 难放难料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咬你一口 真小人坏在明面上 伪君子坏在骨子里 虚伪的人隐藏很深 戴了一副伪装自己的面具 让人很难辨别 不过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伪装再好 也会在一言一行中露出狐狸尾巴 一个人越虚伪 这五个特征越明显 遇到了不必深交 喜欢阿谀奉承 鬼谷子说 其貌取媚 其言愚巧 是其见物者不可深交 意思是 一个人总是谄媚他人 阿谀奉承 无底线讨好他人之人 是不能深交的 虚伪的人善于阿谀奉承 为达目的总是不择手段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十句话里 九句假 若是有求于你 会极尽封城 可以讨好你 偷你所好 看谁有权 看谁有势 就削尖脑袋往那个圈子钻 溜须拍马更是手到擒来 如遇到 警惕三分 不要深交 有一种人习惯夸海口 瞎承诺 不管做什么都靠嘴 说得天花乱坠 最爱吹嘘 可是当你真正有求于他的时候 常常溜之大吉 消失的人影都看不见 等你渡过难关 又会出现在你面前 装作才知道的样子 表达遗憾 没能帮上你的忙 这种人虚伪至己 是光说不做的假把事 常常违背诺言 不讲道义 遇到无法避开的事情 只会敷衍了事 出功不出力 和这样的人相处 最是糟心 他不但无助于你 还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拖后腿 与这样的人共事永远无法成功 老话说 交人先交心 心里总揣着小九九的人 不重诚信 不守诺言 不讲道理 是不值得你深交的 擅长剑锋使舵 虚伪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剑锋使舵 俗话说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擅长剑锋使舵的人就是暗箭 这种枪头草没有原则 坏在心里 不暴露的时候人畜无害 一旦暴露会让你的处境雪上加霜 不会因你对他帮助而感恩戴德 也不会在你落难时伸出援助之手 韩玉曾用一段话描述剑锋使舵的人 即 一旦林小厉害 反眼若不相识 落陷阱 不依隐守旧 反己知 但不得不说 剑锋使舵的人往往混得很好 刘虚拍马只是常规操作 这类人总是在随波逐流时左右逢源 悄悄捞好处 剑锋使舵的人很会驱离避害 人情冷漠 遇到了不必深交 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把你卖了 为人两面三刀 季县林曾说 我交了一辈子朋友 喜欢这样的人 质朴 平易 硬骨头 心肠软 怀真情 讲真话 不阿余奉承 不背后议论 不人前一面 人后一面 虚伪的人往往为人两面三刀 这种人有两副面孔 一副笑面虎 一副阴险脸 表面有多热情 背后就有多狠心 若无利益纠葛 大家相安无事 一旦你触及它的核心利益 软刀子 硬刀子 阴险刀子 起上阵 会让你苦不堪言 人际交往中不怕表面不合的人 这种明面上的矛盾往往很好解决 最怕的是表里不一 笑里藏刀的人 都说咬人的狗不叫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必然要置你于死地 这种两面三刀的人狠起来才叫可怕 会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让你防不胜防 也许这种人藏得很深 遇到了也未必能发现 但是再好的演技也有漏洞 一旦发现 请及时止损 做事投机取巧 看过一个漫画 很多人背负十字架 努力前行 其中一人艰难行径 突然驻足 然后将背负的十字架 截去一大半 轻装上阵 很快超越了许多人 可是快到终点了 却被一道天欠 拦住去路 其他人将背负的十字架放下 从上面顺利通过 而他只能自圆自意 有人先苦后甜 有人先甜后苦 投机取巧固然快人一步 但可能会给未来买下祸患 投机取巧者必然急功尽力 有网友调侃 世上本没有捷径 走的人多了 便有了捷径 虚伪的人为了方便自己 为了谋利益 常常投机取巧 不顾他人利益 不管社会道德 善于投机取巧的人 全是小聪明 玩些小手段 这种人心眼多 心却不大 欲知交往 不可不防 取巧到你身上 可就不好了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 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 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 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一个就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道德约束人 也成就人 虚伪的人往往不顾道德法则 做人做事没有底线 这种人是不值得深交的 很喜欢一句话 人与人交往 始于颜值 静于才干 久于性格 忠于人品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儿了 愿你所欲之人皆良善 所教之人皆真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